如果说全网都在等着官宣小情侣 那一定就是王鹤帝和云书星了 前有娱乐圈明星带头刻CP 后友上节目现场刻 还有节目组帮着硬习客 王鹤帝云书星写真人CP名 张冰冰云书星写的警示剧CP名 救命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不科帝心引力的人吗 如果说喜欢一个人就会越来越像对方 我觉得王鹤帝云书星恐怕有800个嘴都说不清了 最早有谈舌秉鑫被网友扒出来 大家都说王鹤帝私下没少逗星星笑 整的女儿都学会了 弟弟平时是怎么逗星星的呢 我这颗爱你的心 绝不参加这个世界的哟 云书星录制了你好星期六后 俩人又被拔出同一个动作 再等下去就怕来不及 天气说变冷就变冷 趁现在走 19岁的王鹤帝接受采访被问到 能接受对方多久不回消息 弟弟酷酷的说王完全不会介意 但23岁的王鹤帝遇到云书星后 轻心发了微博回复别人评论 却没有回复王鹤帝 于是弟弟又评论了一条猛难落泪 王鹤帝你不要太卑微 近日弟弟还代言了某产品的刘香猪 网上一番 于书星是去年的代言人 看他俩穿的这粉色衣服 这不纯纯婚礼现场吗 买了产品还有一种随分子的感觉 要是以后有哪个甲方爸爸 找他俩合体代言 这不带私房钱都给我们掏空了 还有于书星每次房走光 或者整理衣服都是转向王鹤帝 看来王鹤帝真的让新兴子很有安全感 天气预报今天有雨 如果幸运会在路上遇见你 哇我没想到天气很近 天气预报今天有雨 于书星的新区路透一说 这撇嘴的动作 跟谁学的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还有人说王鹤帝 于书星没谈 我就要生气了 还记得王鹤帝的上一个CP审愿 当时和他搭档流星花园 这两人依旧是在片场疯狂发糖 但这种糖仅向小学生打闹 当别人和沈岳申请对视 弟弟那粗坛子 隐秧的表情又出现了 当时隔三年俩人再次同框 王鹤帝还调侃 沈岳怎么变焦羞了 可能是看到弟弟 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些人不知所措了 但不知为何 仅仅是老友相聚 却还是很好客 陈老师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焦羞 我只是太久没见你了 去有点久了 去有点久了 有多久了 两年 有没有 客战杀青 那天就告白气球的时候吧 告白气球是最后一层 干嘛 为什么 你看 去高中吧 为什么要换那边去啊 王鹤帝的资源意志都是很好的 所以即使不是很火的时候 也认识了杨子 刘涛 黄小明等一线大咖 但资源好只是一个钥匙 王鹤帝如今的成功 还都靠他自己 杨子就曾仗着弟弟性格好 就欺负他 看得出王鹤帝走到哪都是大家的开心果 希望弟弟可以走得越来越远 如果能顺便公开核心心的恋情就更好了 你怎么看呢 评论区可以留言 我们有缘再见 你是要救他 还是要救你的水云天 你是要救他 还是要救你 不管你什么原因 本座再说一次 不管你什么原因 本座再说一次 从现在开始不许离开本座实现办 从现在开始不许离开本座实现办 不管你要去哪得让本座知道 懂了吗 不管你要去哪得让本座知道 你为什么要去哪里 你为什么要去哪得让本座死 尤其他这儿 尤其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